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借助于其他的器材从横杆的上边过去 而没有把横杆碰落 没有把它碰下来 那么这个跳就算成功了 大概可以这么说 跳高 那么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观众都看得出来 所以跳高的场地一般来说 有一个裁判就可以了 看着他是不是从 主要就是看他是不是从杆子上面过去 另外这个杆子有没有掉起来 他有没有借助于其他的器材 好 但是举重 举重的照说也很容易 就是看他是不是举起来了 只要举起来了 就算成功 没有举起来 那就没有成功 但是我们有时候看体育 看体育比赛 看那个举重比赛 我们明明看见那个运动员已经把杠铃举起来了 但是裁判判他说没有成功 为什么 因为不是说举起来就算了 你举起来 你要在那里稳定片刻 那你不能一举起来就从后面扔下来了 这个不行 另外呢 你举起来 什么叫举起来 你的胳膊和腿要伸直 你胳膊腿没有伸直 那么就不能算举起来 那么这个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了 这个观众就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 跳高可以说 每个观众都可以当裁判 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差错 但是举重就不一样了 因为首先 这个杠铃举起来 要在那里停留或者说禁止片刻 这个片刻是多长 是半秒钟还是一秒钟还是三秒钟 怎么掌握 另外你说把胳膊和腿要伸直 什么叫伸直 那人的胳膊 它是有关节的 这个 这个 前臂 和这个 这个两条胳膊 这个胳膊的两部分 这个能不能伸的完全直 跟数学上的直一样 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 那么什么叫做伸直 这个需要由裁判来判定 那么有时候 这个运动员做的比较模糊一点 好像伸直了 好像没有伸直 好像停住了 好像没有停住 这个时候就要靠裁判来判定了 那么比方说 有三个裁判 因为这个比较复杂 不能一个裁判说了算 那么有三个裁判 那么三个裁判 他们各自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当然不用说话 他按一下器材 按一下装置就可以了 那么比方说 我们现在假设 我们某一种比赛 我们设三个裁判 这里有三个裁判 三个裁判 他每一个裁判 他就是两种 你就是两种态度 就是说通过 不通过 那么可以是 比如说你按下去 又是通过 你不按是不通过 或者也可以是两个按钮 你按这个按钮是通过 按那个按钮不通过 但是你一定要按一个按钮 你不能两个按钮都不按 好 那么三个裁判员 他有三个各自独立的 做出来判定 说通过还是不通过 那么如果裁判员的态度不一样 他们的判定不一样 我们怎么样来确定 是通过还是不通过呢 那么通过比赛的规则 或者是比赛的规程 那么他要规定的 比方说 我们现在假设 我们的规则什么呢 我们的规则是 就是说三个裁判 要其中的两个 至少有两个裁判认为通过 就可以算通过了 那如果有只有一个裁判通过 或者没有一个裁判通过 那个都不算通过 好 那么我们看 我们就可以 一共就是八种情况 因为每一个裁判 他就是通过不通过两种 那么有三个裁判 他一共有八种组合 那么我们看在这个八种组合之下 哪几种组合 这个运动员的 这个试局是成功的 也就是说 我们假设有一个灯 这个当然现在是 这个举重比赛是 一个裁判 一个灯 那我们看 这个几个灯量 但是我们也可能 我们另外做一种 这个装置 就是说 这个灯呢 它不是表示 每一个裁判的 这个态度的 它是表示最后结果的 表示最后结果的 那个灯 什么时候亮 那么根据不同的规则和规程 可以设定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 我们现在设定一种情况 是怎么呢 就是说 三个裁判都赞成 当然是通过的 然后三个裁判里面 只要有两个裁判赞成 不管哪两个 这两个人赞成 也是通过 这两个赞成 也是通过 这两个赞成 也是通过 否则只有一个人赞成 或者是三个人都不赞成 当然都不通过 所以一共有 一二三四 这个四种情况通过 好 那么我们就继续来看 哪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他们都赞成 第二种情况是 前两个赞成 第三个不赞成 然后呢 是第一个赞成 第三个赞成 第二个不赞成 然后是第一个不赞成 第二个 第三个都赞成 那么我们把这种情况呢 我们用我们的逻辑式子 给它写出来 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你看 第一个裁判员认为是通过的 第二个裁判员认为是通过的 第三个裁判员也认为是通过的 这三个是同时成立的 因为他说通过 他也说通过 他也说通过 所以这三个他们同时认为通过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第一个裁判认为通过 并且第二个裁判认为通过 并且第三个裁判认为不同过 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 第一个裁判认为通过 并且第二个裁判认为不通过 并且第三个裁判认为通过 最后第四种情况也是这样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四种情况只要有一个情况 一种情况发生 那么都是通过 所以这个或者这个或者这个或者这个 这个四种情况 或者只要有一种通过 那么这个灯就应该亮 那么我们就把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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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吸取 第一种情况 或者第二种情况 或者第三种情况 或者这种情况 那么把这个作为一个式子 我们看 每一种情况是这样的 然后这种或者 或者 那么这样 就是一个什么 这叫做一个范式 我们来看 这个式子 我们把它给它写在底下 给它连起来 就是说 P1合取P2合取P3 这是一个括号 然后 或者什么 P1合取P2合取非P3 这是一个括号 第三个括号 P1合取非P2合取P3 这是一个括号 第四括号 非P1合取P2合取P3 这又是一个括号 这四个括号之间 我们用三个吸取 把它连接起来 这个式子 就叫做一个所谓范式 我们可以这么写 那么这个范式 我们叫做吸取范式 吸取范式 为什么叫吸取范式 我们看 首先 基本合取式 也就是这里边的每一行 都是一个基本合取式 基本合取式是什么 N个 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 命题变原 或者他们的否定 用合取连接而成的命题形式 我们看 一个两个三个 就P1P2P3 P1P2P3 P1P2P3 可以是它本身 也可以是它的否定 而且这三个之间是用合取连接的 那么这是一个基本合取式 这是一个基本合取式 这个都是基本合取式 基本合取式 然后N个可以是一个两个三个 若干个有相同命题变原的基本合取式 用吸取连接而成的命题形式 我们来看 多少个呢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有相同的命题变原 你看 P1P2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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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有相同命题变原的 基本合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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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吸取连接 所得到的一个东西 就叫做吸取范式 所谓范式 就是规范的形式 怎么个规范法 我们看 这个怎么规范呢 我们看 P1P2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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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没有说多一个 也没有说少一个 也没有说这个顺序 123 132 321 没有的 它都是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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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来的 不多一个 不少一个 也不乱 那么每一次出现的 它可以是以P3 P2本身的情况出现 也可以是它的否定 P3 它没有比如说非 非P3 没有的 非P3 或者非P2 或者非P1 都可以 那么而且它们之间 是用合取 合取 你看非常规范 然后这几个之间 用吸取 这是非常规范的一种形式 所以叫做范式 那么这种范式 叫做吸取范式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式子 我们把这个式子 如果拿来 拿到这个电路里面去实现 也就是说 你把P1 P2 P3 三个开关 用雨门合起来 然后这个加一个飞门 跟那两个用雨门连起来 这个加一个飞门 跟这两个用雨门连起来 这个加一个飞门 跟这两个用雨门连起来 然后这四个东西 用货门连起来 这就形成了一个装置 那么这个装置 它就价好可以实现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功能 也就是说三个裁判 至少有两个裁判 按赞成 这个灯就会亮 当然这是理论上的 实际上要做这个装置的话 不是用这个线路 不是用这个式子 而是这个式子可以化碱 化碱以后 可以得到更简洁的 有相同功能的这样的装置 那么化碱 这个在开关电路里边 他们有他们的化碱方法 在数理逻辑里边 也有我们的各种不同的化碱方法 但是我们这里不是真的要用 我们只是说存在这种范式 所以在这里怎么化碱 我们就不说了 好 那么这个吸取范式 刚才这吸取范式 它是达到这种功能 就是我们所说的 规则或者规程 我们规定三个裁判员里边 至少有两个赞成 他们说通过 整个就可以通过 那么我们也可以有 其他的不同的规则和规程 那么就可以有其他的不同的要求 就可以做出不同的范式 比方说 刚才我们的规则是规定 三个裁判员 他们的权利是平等的 任何两个裁判员 他们认为通过就算通过 那么我们也可以是一种 另外的一种规则 比如我们规定 三个裁判员里面 有一个是主裁判 主裁判它有否决权 也就是说 那个规则就变成了 必须要有包括主裁判在内的 至少两个裁判通过 才算通过 那种情况下 这个就不行了 假如一号是主裁判的话 那这个就不能通过了 因为他们两个赞成 主裁判不赞成 还是不赞成 那这又是一种 那么我们也可以有一种什么规则呢 我们规定必须是一致 这就好像欧盟他们讨论问题一样 必须是全票通过 有一个反对 就不能通过 相当于说 每一个人都有否决权 那么这种情况呢 那只有这一个 只有这一种情况下 这个灯才亮 其他情况灯都不亮 那么这样呢 我们也可以做不同的这样的范式 就是说 刚才我们是第一种规则 第二种规则是带主裁判的 一号是主裁判 所以包括主裁判在内的两个或者三个人赞成 才行 这个虽然有两个人赞成 但主裁判不在内 所以这个不能算通过 第三种情况 我们是设定是要全体一致才算通过的 所以只有这种情况才通过 其他情况都不通过 那么你根据这个做的范式 是对应第一种功能的 如果你按照这个 你来做一个范式 它是对应第二种功能的 你按照这个来做第三种范式的话 它对应的那就是第三种功能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这是对应于某一个真之函数的 吸取范式的做法 我们再看一遍 首先第一 列出这个真之函数的真之表 也就是说 你要求什么时候真 什么时候假 这个根据你的要求 比如说我这个要求很低 只要有一个人赞成 我就可以算赞成 就可以算通过 那你这个都是真 只有这个才是假 你各种各样的规则 都可以 那只要你能够能够说得清楚什么样的规则 我们就知道按照你的规则 什么时候真什么时候假 你把这个真之表做出来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 对于使得这个真之函数为真的 命题变缘各种真之组合 如果命题变缘的真之是真的 就取命题变缘本身 如果命题变缘的真之是假的 就取命题变缘的否定 再用核取把它连接起来 构成基本核取式 这个说起来很绕 其实做的时候很容易 我们还是看刚才的这个例子 就是说对于使得它为真的各种情况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你就不用看它 这是真的 那你看如果每一个它是真 那你就写它的本身 如果是假 你就写它的否定 然后把这几个每一行里边 你用这个核取给它连接起来 好这是第二件事情 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 再用吸取把各个基本核取式连接 就构成吸取办事了 就是刚才的这个12344个 我们用吸取把它连接起来 这个外边加一个大的总的括号 那么就成了一个吸取办事 这个吸取办事 是对应于我们刚才所要的那种功能的 好 对于某个真正函数的吸取办事 这个叫吸取办事 它的做法 那么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我们说到 就是怎么样为确定的真正函数 找出相对应的命题形式呢 刚才的具体的步骤我们已经写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 很原则的说 是怎么样呢 就是运用真正表 列出相应的范式就可以了 那么什么叫范式 范式 normal form 这是翻译过来的 这个范就是规范的意思 就是式呢 是一种形式 一种式子 表达式 所谓范式就是满足某种规范 能够显示某种逻辑性质的命题形式 比如说吸取范式 那就是一种这个范式 好 这个我们先到这里